我們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看下合作最後的夢魘及尼黑雷雅的關卡資訊 那稍早我的上一部影片也有提到 這個夢魘級的場景祭會有手電筒喔 也就是轉珠的時候一片漆黑 你路過去的地方才會變亮 首先成就的部分是隊伍中只有人 隊長佔有相同跟三屬 看來最強的人族之塔 很多隊長要一次三成就了齁 第一關的話是進關會讓你兩回合疲憊 攻擊會只剩1% 同時他有四格毒物 碰到一下就是累積10%的毒素 那只要敵人身上有附加狀態的話 這個毒素就會解掉 最後是你要大於等於7combo才能對他造成傷害 第二關馬上就把你復銷重置 然後他是反手消水的無屬盾 第三關愛德有兩條血 第一條血要大於等於16康才能造成傷害喔 路過去的前六格軌跡也會變成問號 二血的部分要銷到兩組十字盾 這邊除了把你技能封鎖之外 敵人死掉也會把全版變成問號 那他是扣血100%的一擊必殺 第四關跟第五關都是亞馬遜四重奏的成員 第四關的豬恩 豬恩是會把你六顆福石加護 那這邊你是不能手銷到木 同時他有中毒70% 第五關的射雷射雷是不能手銷按 進關的時候會先把你隱藏符石 等到你開始轉的時候他才會顯現 第六關的維斯維斯有兩條血 第一條血是克屬以外的傷害會只剩下5% 版面上也會給你一個X型的燃燒 燒到一下就是扣20% 那這邊是要你手銷到全部的水珠 二血又是一個復銷重置喔 那剛剛16康這邊已經來到18康了 然後大於等於18康才能對他造成傷害 那一樣會有一個燃燒的傷害 這邊是燃燒軌跡扣1000 除此之外他還有個電擊盾喔 你如果沒有電擊他的話 傷害會只剩下10% 第七關是數字2、3盾 那版面上會有四格煙霧來干擾你轉珠 第八關的話兩條血 第一條血是你要對他造成30下攻擊之後才能造成傷害 而且這邊會把暗珠附上虛之印記 削一顆暗 累積兩個印記 你只要累積到10個印記 下回合不管你有沒有轉珠都是直接死去 二血的部分是手削光星銅等盾 進關的時候也會把你全版弱化 之後每回合變成新珠弱化 那銷到一顆弱化珠你的攻擊就是減少20% 那他打你的話是越扣越強 初死扣50% 下回合就扣100%了 第九關的婆婆吉爾科尼亞 這邊是克屬強化拼圖盾 好啦 其實他就是吉爾科尼亞地獄級王2的血搬過來而已 除了拼圖之外要20康才能造成傷害 最後王關尼黑蕾亞有三條血 一血一樣把你復銷重置 那這邊是你不能手銷到暗珠 那要注意喔 他這個軌跡隱藏 如果沒有特別講的話就是持續隱藏了 進關的時候也會把你技能封鎖 二血有一個50%盾同時他會把全部的暗珠電擊 之後就是變成電擊三顆 然後打你的時候又會求顧你的生命力 這是這個月開始出現的敵技 從月挑戰開始出現之後 往後的關卡出現的次數我覺得算很頻繁 最後一條血的話是會有兩回合的休眠 然後你每多銷一種符石的話 敵人所受傷害就會減少50% 等於說你手銷到三種珠子就打不到他了 同時他也有優避空間黑白珠 每回合會給你中毒90% 我覺得這個還算蠻佛心的 因為他進關就是CD3 就算兩回合的休眠也沒差 你只要都有回到血就沒事 最後一回合再爆發去把他帶走就好了 OK以上就是夢魘集的關卡資訊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霓黑蕾亞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